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1月9日 今天是星期一 來到星期一的晚上 跟大家繼續 update最新的新聞 這幾天最Hit的其中一則新聞 可以說這個叫做聖和藍事件 話說聖和藍 拿著這個就是私家車 和這個小巴 紅色小巴 發生嚴重爭執 這個非常凶狠的聖和藍 甚至乎 動手打人 亦都在 鏡頭面前 自己打躲 現在這個聖和藍 繼續 潛水 現在 不知所蹤 同一時間 這個那麼Hit的案件 小巴司機的身份曝光 據說有這個藍媒 把這個小巴司機的身份 正式公開 出現了一個不是太過公正的情況 不過沒有辦法 因為受害者 小巴司機 原來是一個挺有名的人 所以 事件焦點 就再從聖和藍轉移了 再到了 受害者 即是小巴司機上面 原來小巴司機 身份 很有來頭 原來這個並不是一個普通的小巴司機 並不是一個 黑社會 我也想告訴大家 為甚麼當時這個 聖和藍 看到是紅色小巴 就衝過去覺得響朵會解決得到 這次 真的有 誤打誤撞的成分 他是 碰撞一個 並不是黑社會 的紅色 紅Van小巴佬 其實 絕大多數的紅Van 那些都是古惑仔 這是事實 所以聖和藍 看到是紅Van 跟他居然敢起爭執 就打算 響朵了事 可能他根本當時 也完全不知道到底這個紅色小巴佬是甚麼人 以為江湖是江湖了 這次江湖人遇到斯文人 斯文人跟你說程序 當然平時斯文人一定是不敵這個黑社會 幸好有CAM 這節一起跟大家說說 紅色小巴司機到底是甚麼身份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通關 經濟恢復了 不過不是我說的 藍媒說的 大家告訴我們 到底經濟是不是恢復了 恢復了 就應該有經濟能力了 還有 記得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打開我們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加無限大法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Pine Network 記得按閃電鍵 聖和藍 達朵事件 所以你回到現在去推測當時的事件 那麼膽敢 出來響朵 打算用朵來解決問題 其實就是因為當時 小巴 原來是一架紅車 其實我當初看的時候 也覺得有點奇怪 後來再看才發現這個是紅車 難怪的 聖和藍斷定 用黑社會言語可以解決這件事 現在還沒有抓到聖和藍 聖和藍繼續深潛 但是反而小巴司機身份曝光 原來這個小巴司機 也是一個有名的人士 原來他是 全香港 學歷最高 的小巴佬 叫做碩士小巴佬 原來他早前 接受過訪問 他 出來搞智留小巴公司 是一個80後來的 而他讀的學歷也相當高 他讀 在港大畢業 讀 交通政策規劃 讀到碩士 又試過放藥 後來 才回到香港創業 搞了這個 是妄約小巴 據稱他因為 不想留在外國發展 因為有一個創業的夢想 回到香港創業 於是就回到香港 投資這個小巴 回到香港的時間 應該是2019年 不過這一節 就集中講到那個 經營 他就是看準了 香港那個小巴行業 的問題 小巴行業 就是正如我這一節所說 給人的外界印象 一直 就是 惡劣 說話操縱 行為惡劣 原因很簡單 因為持有紅軟 絕大多數都跟社團有關 所以那些 大多數都是古惑仔 黑社會 你也 很難遇他有好禮貌 如果是禮貌大使 就不用做古惑仔 他正正是看準了這件事 覺得 應該改善 業界的生態 於是 就是 做起這個 洪灣公司 的老闆 甚至乎他推出了一本書 叫做洪灣大改造 要將 傳統改變 要來革新 所以 這次這個案件 也很juicy 又有切線 又有動手打人 又有黑社會 又有性禍 再加上還有紅軟小巴佬 原來是一個創業人士 這個事件 集合眾多 香港的 特質 Juicy的新聞特質 我對於 用自己 的心機在創業 去嘗試改變一個 傳統行業 的生態 我對他每一件事 都很佩服 先不算他在這個案件裏面的處理 他在這個案件裏面的處理 亦 相當之是冷靜的 正當前面的車 司機姓和藍 在用 恐嚇 言語暴力 再加上真的動手的時候 一直 這位 小巴司機 的表現也是相當之良好 一直相當之冷靜 正正顯示出他當時清楚知道自己 在做甚麼工作 在做甚麼身份 在做甚麼角色 當時 是作為一架公共交通工具 上面的司機 不是 自己拿著跑車和人捏車 在街上喜歡吵甚麼就吵甚麼 所以 當時 你知道自己手頭上 有十幾二十個乘客的時候 十幾乘客 你就知道自己的責任 絕對不是和人在這裏喜歡吵架就吵架 打架就打架 這個就是我們經常都強調的一件事 要知道自己的身份 角色 以及責任 要對那件事負責 我亦相信他當時很清楚 誰 切線 誰不對 所以他由始至終的處理也相當之冷靜 反而 是前面的這架保時捷 還有這個 疑似 懷疑無牌駕駛 的在途聖和藍 就是因為知道自己離窺 可能更惡 道路上的爭吵都是這樣的 通常是錯了那邊 路收成路 知道自己失敗了 聖和藍的對白 正好告訴大家 整個紅軟業界的生態是怎樣的 正正就是大量的黑社會盤据 所以 聖和藍才覺得 打架就搞定你了 否則 你以後不用做了 我說的 現在結果是甚麼呢 雖然最終結果未出現 但是現在直接的結果 就是響完朵 這個人 一定到最終被人找到出來 一定是被捕的 事情搞到那麼大 就算真的有後台 也不能濫 這次這個小巴司機 就是相當之成功 算得上是 既顯示當時冷靜 又顯示他 對乘客負責任 再加上原來 是創業老闆自己下場 就開小巴 希望他 就是創業成功 希望他真的能夠改善到香港 紅軟業界 的這些 結構性問題 不過回到正題 一點點 評論 香港的這些結構性問題 為甚麼會有那麼多黑社會橫行呢 大家再想一下 其實這個 是一個深層次問題 香港號稱有幾萬警力 但是從來 拉黑社會的時候就放軟了手腳 其實你會看到一個很特別的情況 情況 就是根本香港政府 是有意 放生黑社會 黑社會 掃極也掃不完 簡單來說 如果你不是要更改 這個政策的話 基本上你也不用指望 香港可以杜絕黑社會 其實政治的局勢已經告訴你為甚麼黑社會 永遠有它存在的價值 就是因為 不方便的時候 要找黑社會 負責 做dirty job 所以 抱歉 其實我覺得 就算再努力 也改變不了甚麼 根本性問題 改不了的話 多少人 再努力 能夠改變的始終是有限 這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裡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宗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 也有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只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 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居住也覺得挺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紀裏面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 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一個VPN對你 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 香港的地區限制 本來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個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張食偉 我們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